整条灌溉水沟红通通 橘红色水流绵延好几公里 有民众看到吓了一跳 赶快通报环保局 虽然这水闻起来没有味道 酸碱汁也正常 但被染成红色还要用来灌溉 让当地居民都相当担心 议论纷纷到底是谁乱排屋 环保局追查发现 罪魁祸首是上游一间染色工厂 平常专做寺庙旗帜和灯笼 业者自称是不小心打翻染料 因此染料从阳台排水孔流入排水沟 即便业者有一套自己的说辞 但排放污染是事实 环保局除了要求限期改善 还将依据水污染防治法 对业者开罚三万到三百万元罚还 记者承认为临时新王世函 彰化采访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